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FBI教你读心术 这本书的周文版大约25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跟随FBI情报大师破译身体语言 掌握看透一个人的秘诀 一提到FBI了解他的人 可以从动漫名侦探柯南讲到好莱坞大片X档案 不了解他的人只当是三个与自身不相干的英文字母 那么FBI究竟是什么 咱们暂且不说 我们先从一条国际消息说起 据说2008年那场世界瞩目的总统大选后 原本是竞争关系的奥巴马和希拉里变敌为友 当人们纷纷发表看法 说他们灭河心不合时 一名叫做乔纳瓦罗的专家断言 两人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好 因为他们的身体语言曾经给出过暗示 后来两个人合作的事实 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身体语言 就能够做出预言家式的判断吗 乔纳瓦罗这个人是有特异功能 还是掌握着识人秘诀呢 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书 FBI教你读心术中揭晓 没错 这本书呢就是由刚刚提到的 乔纳瓦罗这位情报专家 和一位心理学博士联合撰写 书中告诉我们 解读人心有技巧可循 可以通过一种叫做身体语言的非语言信息 透露给你 这不是什么通灵艺术 而是人类大脑的特殊功能造就 这个神秘的FBI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英文缩写 隶属于美国司法系统 主要任务是调查来自国外的情报和恐怖活动 通过法律途径保护美国 小说和影视剧中的离奇案件 有不少是出自于这个组织 FBI教你读心术 不是那种通过书名夺取读者眼球的地摊杂志 书中介绍的破解身体语言的技巧 也绝非没有事实根据的一策 都是FBI工作人员的现场案例总结 同时赋予心理学 神经学 社会学 及人类学等 石门学科实验作为理论支撑 目的在于教会我们运用科学方法解密身体语言 看懂交流对象的反应 提升阅人功力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也非常的了不起 一位是被称为间谍科兴的活体测谎仪 乔纳瓦罗 他不仅具有30年 联邦调查局情报员资历 是美国国防部侦探大师 而且是身体语言方面的研究专家 从事过联邦调查局指导教师职务 另外一位是心理学博士马文·卡尔林斯 有着丰富的心理学知识 并且经过专业训练 好 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 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什么是身体语言呢 大脑的边缘系统 是如何调节人类的行为的呢 第二个重点是 如何根据一个人身体部位的动作变化 发现他内心真实的想法的呢 第三个重点是 成功解密身体语言 你把观察这件事做对了吗 好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什么是身体语言呢 大脑的边缘系统 是如何调节人类的行为的呢 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话 我恨不得钻到他的脑袋里 看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其实根本不用这样 煞费苦心 FBI教你读心术 这本书指出 大脑的边缘反应 会通过身体各个部位的变化 呈现出来 我们只需要观察这个人的身体语言 就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者即将做什么 大脑边缘反应是什么呢 身体语言又从何说起呢 别着急 认识了人类大脑这个奇妙的组织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神经学知识告诉我们 人类任何行为都受大脑这个指挥中心管控 它由脑干 边缘系统和心皮质 这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边缘系统对人体的控制 不掺杂任何的思考 被称为最诚实的大脑 边缘反应顾名思义 是由大脑边缘系统引发的反应 是一种不加思考的潜意识行为 其中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先由边缘系统发出信号 信号抵达大脑其他部位 因为这些其他部位分别管理着我们的行为 在信号的连环受益下 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开始发生着变化 主要表现为身体移动 手势变换 面部表情异常 音量语调变大变小 以及服饰发型上的改变 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身体语言 那弄懂了这些身体语言 是在表达大脑的什么指示 我们就能解读明白其中的含义 说完了原理 书中还介绍了三种应对危机的反应 帮助我们理解大脑边缘系统 对人类进行的调节 那么大家认为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那可能有人会说了 要么打 要么逃呗 答案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事实上 从古至今 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 在应对实际生活中的危险或苦恼的时候 都在遵循冻结 逃跑 战斗 这样一个摸人顺序 设想一下 某天晚上 一家人在家里吃晚饭 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巨响 发生爆炸 你的反应是不是定坐在座位上 一动不动几秒钟之后 才恢复意识 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冻结反应 它是人类几千年进化的结果 早在远古时代 人类为了躲过大型烈士动物的追捕 就是用这种冻结自己 保持不变的方式 骗过他们 帮助自己保存能量 伺机逃走 我们来看一看 人类古代的智慧 延续到了现代会怎么样 那大家还记得发生在陕西米芝的砍杀学生惨案吗 相比较于那些惊吓到四处逃窜的学生 下呆在原地摊坐的学生 反而躲过了一劫 据说行凶者穷凶邪恶 不犯过任何一个逃跑者 没想到人类的这种无意识本能 反倒成了保命手段 那除了这些 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表现 比如说我们在面试中 会不自觉的把手脚放在桌椅的后面 某种程度上 也是想隐藏自己的紧张 再比如 在影视剧中看到那些小偷弯腰功倍 压低冒岩 鬼鬼祟祟出现在某个地方 他们就是想通过减少曝光率 来达到隐身的目的 殊不知 警察就是利用这个 反向破解了他们的这种冻结反应 一举将其抓获 人们在本能冻结之后 如果发现隐身 还不足以让自身消除危险 就会选择逃跑 这就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二种边缘反应 只不过人类发展到今天 逃跑反应不再局限于跑 而是将跑的形式多样化 比如说 面对你不悦的聚会场所 你会选择离开 面对不喜欢的饭菜 你会离桌 听到不中听的话语 你就会转身 那么这些行为都是逃跑反应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 避开不安全的人和事 除了逃离现场 人们经常会做出身体后倾 闭眼睛或者用手无脸之类的动作 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想要逃离当下的处境 第三种的是战斗反应 是人们发现逃跑 也不能让自己脱离危险时 所采取的策略 战斗反应从古时的肉搏打斗 演变到今天主要表现为激烈的讨论 讨论辩论或争论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服役眼神 姿势通过反驳 诽谤 侮辱 甚至人身攻击等形式 捍卫主权 保护自己 作者建议我们避免使用战斗反应 只把它作为避开危险的一种备选项 使用前不要忘了考虑自身条件和动作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 因为这种进攻式的战斗反应 会引起人的情绪混乱 影响人们对危险的认知判断 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停止战斗 通过观察对方的身体语言 找到让自己避免冲突的办法 好 那上面呢 我们主要讲述了大脑边缘系统的工作原理 认识到了通过身体语言解密人类身体的行为 并非是空穴来风 而是有理论依据的 在大脑边缘系统的管控下 人体的各个部位发生了无意识变化 这些被称作身体语言的非语言行为 能够反映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比如人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先是下呆到冻结 然后想到逃跑或者战斗 这些都是要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 解密越多这样的反应 我们就越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根据一个人身体部位的动作变化 发现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人类身体部位的变化有几十上百种 FBI教你读心术指出 只需要重点关注那些 由边缘系统引出的明显行为和微妙的行为就可以了 学习解密这些身体语言的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全方位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 那说到这儿 我再提一个问题 各位书友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最诚实的部位是哪吗 很多人会说是脸部 其实真实的答案是脚和腿 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 通过自身观察和实验向我们证明 人类双脚可以准确的传递思想 有着比人体其他部位更诚实的感觉 FBI教你读心术也告诉我们 腿和脚是解密身体语言信号的首选部位 这里呢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从数百万年前到现在 脚和腿一直都是人们移动的主要工具 在我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人类就借助边缘大脑对脚和腿的控制 而不是理性思考应对危险 要么停下来 要么逃走 要么踢向敌人 第二呢就是作者乔·纳瓦罗 他在数千次联邦调查局问案的过程中发现 人的信任度随着目光的上移而减少 也就是说腿和脚给出的信号往往是最真实的 而脸部表情则很有欺骗性 那么关于脸部表情 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几个典型的腿脚动作 来揭示人类的真实心理 当一个人高兴的时候 会有快乐脚的反应 这里的快乐脚呢 指的是一个人因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而摆动双腿或者双脚 作者讲到自己观看普克锦标赛的经历 在一次比赛中 他看见一个选手得知自己拿到了铜花牌之后 桌子下面的脚就开始不停的摆动 就好比小孩要去游乐园乐得直摆腿一样 不过脸部倒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他的高兴 反而很平静 果然另外两名选手最后输钱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面无表情的赢家 曾通过摆动他的腿和脚表达他的快乐 其实看不到腿也没有关系 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对方的衬衫和肩膀就能做到提早退出 少输钱 因为腿脚抖动会引起肩膀以及衬衫的震动 当一个人将双腿和躯干转向你 表示他很欢迎你 同理 当这个人将双脚转向出口或者交谈之人的反方向 表示对方想要离开 这就是转向脚反应 用来表达一个人是否喜欢身侧的人 用在谈判场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方的意向 此外 当交谈双方对峙不下时 会无意识的岔开双腿 这是捍卫领地不被对方侵犯的意思 而当交谈一方将并拢双腿变成交叉的时候 则表明双方谈得很愉快 所以当发现交谈方将并拢或者交叉的双腿岔开 就应该了解到对方开始不满了 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策略 好那上面说的这些反应啊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 在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那儿也会有表现 比如说作者身为联邦调查局的成员 他认为当一个人的脚从摇动变成踢动的时候 说明有不好的事情影响到了他 举例他自己在审讯经济犯目击者的时候 好几个小时没有进展 最后发现嫌疑人的腿一直在摇动 他就以此为突破口 观察到在体温里外一个嫌疑人 克莱德的时候 他的双腿从摇动变成了踢动 那么这个身体语言的变化 就告诉他 这个名字对目击者一定有着负面的影响 果然在后面的审讯中 目击者自曝 克莱德曾带他卷入过一宗盗窃案 好那说完了腿的非语言行为 我们再来说一说人体身躯部分的动作变化 又能够揭示出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意图 人体身躯包括臀部腹部胸部和肩膀 书中告诉我们身躯反应的诚实度仅次于腿脚 原因就在于人体重要器官 心肝肺还有消化道都长在这边缘大脑出于本能 会集中精力的保护他们 前面我们也说过 人们会通过移动腿脚的方向来表达对人士的好恶 那这一点呢 在人体身躯部分表现的也很明显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你在坐公交车的经历 尽管车上很拥挤 还是会刻意的将身体躯干倾向外侧 力争与他人保持距离 人体躯干的这一变化 反映出边缘大脑对距离和避让的需求 真实的反映了人类情感的变化 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 人类因为直立行走的缘故 身体暴露的面积较多 以至于我们的身躯 更强烈的感受到大脑边缘系统的控制 对于自己喜欢或者讨厌的人相当的敏感 如果有留意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习惯用复侧部位 去面对喜欢的人或东西 而用背部去面对讨厌的人士 肤侧也是最脆弱最宝贵的身体部位 将它暴露给对方 是因为内心感到安全 尤其是猎人之间表现的更为明显 这些都是大脑边缘系统进化的反应 在表达不喜欢的时候 除了背离掉转身躯而去 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双臂交叉于胸前 这是表达不舒服的反应 意味着这个人因为感受到了威胁 害怕等不适做出了保护自己的动作 那最后一个要说的是肩部的动作 当人们听到某事做出局部耸肩动作 这说明他在说谎 如果是大幅度的向上耸肩 说明这个人对自己说的话很确定 而当有的人慢慢的将双肩提升到耳朵的高度 以至于脖子都看不见 代表着他此时很不自信 想要隐藏自己 我们经常说到的缩头乌龟就是这样 那说完了身躯部位 我们再来说一下手臂动作 手臂部位的变动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身体语言 有一个反应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 就是当有人向我们投递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手臂会本能上扬 将它接住或者打开 这是大脑保护身体不受伤害的本能反应 本书作者在FBI工作的时候 就曾见过有人试图用双臂挡子弹 这听起来有点可笑 因为人类的思考认为这是躺臂当车的无畏举动 但是边缘大脑的本能却在那一时刻抬起手臂 准确挡住了900英尺每秒速度的子弹 简直就是个奇迹 事实上除了保护身体免受重创 手臂动作更多的反映了一个人的情绪 比如人们表达高兴欢呼情绪会挥舞手臂 而当人们受到打击重创的时候 手臂会明显的搭了下来 消极情绪暴露无遗 因此它还被称为情感发送器 男女恋爱时期如果坐在一起的话 手臂会离得很近 这是在表达愉悦 那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男方会把手臂搭在女方的肩上 特别是情敌在场的时候 那这个动作除了表达亲密的爱恋之情 也是在捍卫主权 告诉对方这个是我的 我们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难怪作者说 想要试探与一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就去触碰他的手臂 你会很快知道答案的 专业机构调查显示 被虐待的孩子出于自我保护 会本能的冻结减少或者限制手臂动作 孩子本性爱玩 经常挥舞手臂表达快乐 虐待孩子的大人 为了让他们听话屈服 会抓紧孩子的手臂 或者捆绑住不让他动弹 所以当我们发现 孩子如果有限制手臂的动作时 就要提高警惕 做深入观察 那手部动作有很多 不同的动作反映一个人不同的内心变化 特别是谈判桌上的一些手势 也可以辅助我们观察对方的真实意图 比如双手张开合并 但是不交叉 而且手掌互不接触 这种尖塔式手势 就反映出这个人 对自己的想法或地位很自信 相反 食指交叉和搓动双手 就说明这个人极度的不安 想要依靠双手来缓解紧张 好 那自上而下 咱们终于说到了脸部动作了 脸部表情要比人体 其他部位的表情都丰富 据统计 我们人类能做出的脸部表情有上千种 能够真诚表现情绪 也会做出违心表情 扰乱判断 那今天我们讲述的主旨是要通过 读懂身体语言 更好了解对方 那么就主要讲几个 真实反映内心情绪的脸部动作 有研究发现 一个人表现出吃惊反应 或者看到喜欢的事物时 瞳孔会放大 相反 遇到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 瞳孔就会收缩 发生在受到外部刺激或者内部刺激的时候 因为瞳孔比较小 呈黑色 而且伸缩变化快 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那这种本能反应 源自于大脑想要通过眼部最大范围的吸收光亮 继而向大脑输送足够的信息 帮助人们分辨是否安全 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那这种收缩瞳孔的行为 被称作视觉阻断行为 我们通常的眯眼动作 也是一种视觉阻断行为 在听到坏消息的时候 本能的闭上眼睛 这些看起来无效的动作 实际上让大脑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它多发生于消极事件发生时 所以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 往往会从这类视觉阻断行为中 获取情报 好那说完了眼镜 我们再来看一看鼻子 鼻孔扩张表示一个人很兴奋 或者说这个人即将做出某个动作 特别是鼻孔扩张的同时 注视下方 而且双脚摆出斗拳姿势的时候 表明这个人要做争论 跑开或者打架这些事 那嘴部表情最常见的 就是真笑和假笑 这个你能分辨吗 还真不好说 书中就告诉我们 真笑的嘴角会向眼睛的方向上扬 而假笑的时候 嘴唇会向耳朵的方向拉伸 遭受压力的时候 人们会使劲的抿嘴 翘起嘴巴 下拉嘴角 而缩拢嘴唇 就是这个人想要换话题了 我们都知道面目表情 极具欺骗性 所以书中告诉我们一个 判断真实想法的依据 就是当一个人脸上同时出现多个表情 比如幸福线索和忧虑表现同时出现 愉快表情和不悦动作同时出现 或者嘴里说的和身体语言呈现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相信反映消极情绪的那些行为 这些行为更能够准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情感 原因就在于人们总是对讨厌的情景 做出最快速的本能反应 而在片刻之后就加入了思考 才意识到要用其他的面部行为 去将最开始的本能反应隐藏起来 所以当我们面对同时出现的两种信号 选择相信第一情感 尤其是他还是消极情感的时候 生活中的常见的例子 就是有人板着脸孔说很高兴见到你 那他必然在说谎 不高兴才是他真实的表现 好了到这儿呢 我们也花了大量的篇幅 讲清了如何透过人体各部位的变化 来识别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逐一分析了腿脚身躯肩膀手臂手部 以及面部表情中 最容易泄露人类真实情感的部分 我们了解到了腿脚的朝向 可以反映一个人是否高兴 儿童手臂过于安静 可能是受到了虐待 还了解到一个人的消极情绪 更能反映他的真实心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本书的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成功解密身体语言 你把观察这件事做对了吗 观察不就是用眼看吗 这个真不一定 基德福尔摩斯曾对他的搭档华生 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看见了 但是你没有注意观察 就是在说 观察并不是单纯的用眼看 那么简单 更何况我们的观察 还是用来破译身体语言的 为此FBI教你读心术这本书 就特别提出了两条准则 帮助我们掌握解读人心的技巧 第一条准则 做个用心且称职的观察者 所谓用心观察 就是要求我们不要单纯的用眼看 而是要调动人体所有感官去观察 作者乔纳瓦罗谈到了自己的经历 一次外出旅游回家 四处张望 目之所及的地方和过去的一样 但是鼻子闻到了香烟的味道 后来搞清楚了状况 是因为有阴隐的修理工 曾经来家里面维修过管道 他身上的烟味挥散在了房间里 还好他是服务人员 如果有什么恶意的危险分子 乔的用心观察 多少能够让他提前警醒 做出防范 而这里所说的称职观察 是告诉我们 既然学习了解密身体语言的技巧 就要用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 要把观察作为一种自觉投入的行为 因为假以时日的练习 会让它成为 长在你身体里的特殊能力 要做到将观察放在环境中理解 因为在不同的情境下 一个人手脚的动作也是不同的 要做到不动声色的 将对方的变化尽收眼底 因为引起对方注意的观察 会让你对身体语言的理解 大打折扣 第二个准则是 观察之余要进行缜密判断 对于自己观察到的行为 我们必须要清楚 哪些身体语言是普遍存在的常态行为 哪些是需要引起注意的特异信号 只有我们的观察做到了全面 细致 用心 才会在第一时间分辨出对方有没有做出背离常态的动作 比如一些家长发现 平日里举止正常的孩子会在参加考试前做出挠头或者咬嘴唇的动作 根据这个观察 你就可以判断出他可能有些紧张 解密身体语言的技巧我们学了不少 那现在呢 我们又掌握了两条准则 用心观察和缜密的判断 那剩下就给时间 勤加练习 让其成为本能 如此才能够掌握这门看透人心的绝技 好了 那到这儿呢 我们就全部说完了本书的重点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我们认识了人脑的边缘系统 知道正是由于它对人体行为不加思考的无意识控制 才让我们有机会根据人类身体的动作变化 也就是身体语言去发现他们心里的真实意图 边缘系统调节人类行为 具体通过人类面对危险的三种反应 冻结逃跑和战斗帮助我们理解 其次我们从最诚实的脚步动作开始 到最具欺骗性的脸部 逐一解读了身体各个部位的变化 是在表达一个人什么样的心理想法 比如一个简单的抖角动作 却能暴露一个人愉悦的内心 比如常见的耸肩动作 因为耸肩的高度不同 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 再比如眼睛视角上下左右变化 我们或许见过 但是很少有人观察一个人瞳孔的大小变化 殊不知这里面可以观察出一个人情绪的细微变化 那最后呢我们说到了两条准则 帮助大家高效解密身体语言 一个是观察要用心且称职 用心指的是调动人体全部感官 称职指的是随时随地自觉观察 同时不要让被观察者发现 一个是观察之余要做出慎重的判断 只有对一个人的常态行为和特殊动作 做过全面的观察 才能在行为变化的时候判断出他的真实意图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见不散